奶茶店老板绝对不会告诉你市场的90%的奶茶都有添加紫紫末 今天就跟你分享价值十万的鲜奶板奶茶制作方法 看之前先动手点赞收藏 鲜奶板我们用到了50克条形紧锁的高香红茶 香气比较高洋 我们在容器里面加入茶叶 再倒入1500毫升95度的开水 然后呢我们把它搅拌一下 使茶叶完全能筋泡进来 舒展开 加个焖泡12分钟的时间 中途来可以搅拌一次 那时间到了之后我们把茶汤过滤出来 过滤的时候不要去紧捏这个茶袋 避免茶叶苦涩 把它饧茶五分钟 它的作用也是让茶润更加的饱满 可以消除一下杂味 饧茶完成之后再加入500克的牛奶 100克的链奶增加它的湿滑和甜度 再加100克的淡奶油增加它的奶香味 把它一起搅拌均匀 搅拌好之后把它倒入到500克冰块容器中 把它搅拌一下此冰块融化 这样子也是为了让它快速的降温 锁香更易于保存 那这种大桶的鲜奶奶底就做好了 在门店可以根据销量情况 去同比扩大它的比例 那做成品的时候 只需要在雪克杯里面 加入鲜奶底对应的糖量 然后把它搅拌一下 倒入到杯子里 那在一杯10秒就能出品的鲜奶奶茶 就做好了 我是海鸥 关注我 其余分享 使用的商业产品教程 我们下期再见